超级特工号称神级举织手 百发百中从未失手 可被上司陷害遭到全球追杀 为了洗脱罪名开启疯狂复仇之路 威蓝色的湖泊像在翠绿色的山间 阳光草的上面泛起闪烁的金光 犹如丝绸一般划过每寸土地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美丽的礼物 而宝泊可没有时间欣赏这美景 现在他身穿其地服和自己的观察员唐尼 蹲在山头上通过枪的瞄准镜观察周围的异动 踏实美军派驻在外地的士兵 负责维护当地的局势 而宝泊的任务就是解决敌军威胁 整个区更多的时间让友军前往撤离点 他们和敌军陷入胶着的对抗当中 敌军还派遣了直升机 对他们藏匿的方向进行空中打击 唐尼向上级请求职员 却发现上级关闭了无线电通讯 指挥官说这是为了顾全大局 相信他们作为训练有素特种队员一定能够脱身 唐尼在蒙尼的炮火攻击下重弹身亡 看着最好的朋友死在自己面前痛苦不已 他一定要活下去带着唐尼回家 他拿起去一箱瞄准直升机的螺旋桨 重弹后的飞机冒着滚滚浓烟 自从那件事之后 他毅然居然辞掉了工作 推议之后 他在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森林住了下来 一个人一条狗一座小木屋 过起了咸云以鹤般的生活 他在野部闻正事不管时事 宝泊原本以为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不被翻成的任何事情所打扰 然而即使他身处深山 也依旧有人记得他 一天山上来了几位不素之后 约翰逊上向来到他小木屋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希望他参加保护美国总统的任务 在来之前 他们做了大量调查 鲍勃对于狙击的了解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 都是无人能比 而且不在政府部门工作 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 约翰逊他们结婚秘密电文 据说有人将会杀死总统 他不能像往常一样用情报部门 犯罪分子很有可能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人 来帮助自己保护总统 总统在不久之后 会有三次公众活动 分别是在巴尔地摩 费城和华盛顿特区 保护总统的警惕线 只有880码 根据情报 犯罪分子会在1760码外进行射击 他们需要鲍勃去侦查一些地方 并推测出哪里可能会射击 洗钱阻止他们 而鲍勃不想参呼到政府的失误当中 他曾经满怀热情保卫这个国家 到头来却遭到了抛弃 他们又给约翰逊明确的答复 但他们走后 鲍勃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坐在高山之殿 俯瞰脚下这片土地 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 不管政治有多么的不尽人意 但总统被杀 都会让国家陷入混乱 眼前这份美好也会不复存在 为了验证一英里外射杀的可能性 拿出他多年未碰的老朋友 M200远程巨迹步枪 将一罐头瓶放在一英里外 子弹精准物准确打中 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逃逸 他热爱祖国不希望使他陷入混乱 于是接受约翰逊的任务 他辗转多地 提前在总统出席的城市进行开查 从风向速度空气尸土 建筑高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会测 筛选出最有力狙击的地方 非城市狙击手唯一会出手的地方 他将自己的推测告诉约翰逊后 并没有马上命任部署抓捕计划 而是按兵不动 以免打草轻舌 他会在犯罪分子行动当天动手 将他们一网打尽 以此查出幕后注视 总统的演讲活动如期而至 鲍勃跟随约翰逊来到工作时 他们正对着总统演讲的地方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一切状况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和他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在预测犯罪分子 还要10秒钟就会开枪时 约翰逊并没有下打抓捕命令 所有人都离开了工作时 他突然找着鲍勃连开树枪 幸好都没有大众要害 鲍勃使用全身的力气破窗而逃 此时的狙击手已经完成射击任务 击毙埃塞俄比亚的大主教 原来这些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总统 鲍勃使他们全部行动的替罪羊 被扣上了刺杀总统的罪名 这个计划原本看上去天衣无捧 可他们忽略鲍勃曾经参加过多次战争 反征刹能力很强 硬是在层层不控之下逃走了 如果不能将其灭扣 那他吧都会有危险 很快约翰逊动用全市的警力去围捕鲍勃 鲍勃抢走FBI太远的车子 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 他必须活下去 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探员的车子太过明显 很快就被追踪到了 他不得不在成绩间四处躲避 他孤注一掷将车开进河里 暂时躲过追查 全程都下达了冲击令 鲍勃无处可逃 只能去他最信任的朋友唐尼妻子家中 莎拉认识他 知道他是丈夫生前最好的朋友 每年都会替代唐尼送他一束花 莎拉选择相信他 并帮助他处理伤口 这场袭击让全国陷入恐慌当中 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警察 都希望尽快抓住鲍勃 早点了解此案 总统被射杀 马上叫出一个凶手 鲍勃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犯了罪 这是最快平息民意 保住所有官员饭碗的方法 也是掩盖所有利益链条的最好手段 可就有那么一个人 非要在结果眼上唱反调 这个反调却成为仅存的正义 FBA探员孟菲斯对这件事产生怀疑 他和鲍勃交过手 记得他说那句话 他没有强击总统 希望能够彻查这件事情 孟菲斯人言轻微 他的想法很难改变整个FBA 他只能靠自己解开这其中的疑惑 他反复观看总统一次当天的视频录像 并且从多个方面分析鲍勃刺杀的可能性 经过严格的推理和论证 他知道鲍勃一定不是真正的凶手 首先 袭击事件的弹道图解出来太快 再高的效率都不可能在十分钟内精准地测出 其次 根据鲍勃这么多年训练记录来看 他射击水平极高 是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偏离 是不可能偏离把信射降了大小竹 再次 地方警方的口供也明显有漏洞 根据他所说 看到一只枪管伸出窗口 上楼一探究竟 开枪打伤了鲍勃 可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 都不会将枪伸出窗外 他们会待在屋子里面 躲在掩体后面进行射击 孟菲斯想要找人正疑问究竟 回来被人抢线给截杀了 一个加一个巧合组在一起 那就不是巧合 而是有人精心测课好的一场阴谋 他独自来到教堂爬上屋顶 希望能够从这里发现些线索 他仔细测量了房屋的距离 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并将自己的敌货发布在论坛上 很快他就得到想要的答案 狙击并没听要人亲自操控 战术操控系统 一样可以完成精准的射击 孟菲斯陷入疑惑当中 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在莎拉的精心照顾下 鲍勃的尝试有所好转 他知道约翰逊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不能坐以台币 必须马上进行反击 鲍勃让莎拉乔装打扮一番后 接近探员孟菲斯 愿把车辆识变马给他 之后孟菲斯到资料室 想要调出有关信息 可是这个文件 属于美国国防部最高警戒级别的 需要特别通信证才能查看 而孟菲斯的权限等级态题 无法查阅该资料 他游说自己的朋友 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同时也告诉他 另外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那是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大公司 公司有条船悬挂利比亚的过旗 该公司和世界多个的大公司 有贸易往来 拥有军方背景 不知道他们经营什么 但是势力很大 孟菲斯的调查 很快引起约翰逊的注意 他知道的太多 是时候解决他了 派人将孟菲斯劫持到一个湖边 想要将他伪装成自杀 幸好宝博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孟菲斯想要劝宝博自首 为他聘请最好的律师 许头大的嫌疑 法律真的有用吗 对于那些高官来说 法律不过镇压平民反抗的锁链 根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到头来死的只有自己 想活着必须杀出去 将事情插个水落石出 这时孟菲斯意识到 那些人是有多么的邪恶 为了正义 他选择站在鲍婆这边 他们来到一个老人的家里 老人的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 孟菲斯不知道这样一个老人 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别看老人被困在小小的荒野之间 他可是枪械高手 凡是和枪有关系的 他都知道 关于刺杀大主教 鲍婆有很多疑问 假如有人想摆制枪的子弹 和另外一颗子弹完全匹配 有没有可能办得到 老人告诉他尽管很难 但不是没有办法 在上个世纪70年的非洲 出现了国之法 用纸包裹子弹 弹梯不会和枪筒直接解除 曹尔文就能实现匹配 包装纸会在枪口脱落 子弹不会留下痕迹 即使子弹有办法锁手脚 那又怎么可能在这么远距离内 进行无差别射杀呢 鲍婆的话 让老人想起一个传奇人物 他十分的残忍 习惯于先把人打伤 等救援的人再来一网打尽 只要成为他的目标 就一个不会放过 为了杀死这个恶魔 人们把他堵藏的大楼 依为平地 没有人找到他的尸体 有人说他死了 有人说他还活着 他就像一个传奇一样 彻底消失 他也曾经是 约翰逊计划里面的一员 那个毫不起眼 坐轮椅的家伙 米开罗 经过调查 鲍婆很快知道 米开罗的藏身是敌 他知道他会来 在家里已经恭候他多时 他知道自己是约翰逊 引诱鲍婆先生的诱饵 米开罗像鲍婆一样 都是任人百步的棋子 一旦失去利用价值 便会被舍弃 他们射杀大主教 是为了保守秘密 在非洲发生一件 惨绝人寰的事情 为了一条树油管道 想要当地人 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 村民信仰这里的神灵 不会轻易离开 为了让所有村庄 乖乖听话 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全说 就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他们的白骨 就埋葬在游泵站的下方 主教想要在公众面前 揭露这种毫无人道的罪行 为了四百多个亡魂的喊冤 而约翰逊 也只不过是个小喽喽 在他上面 还有议员 以及所有利益共同体 听到这番话 鲍婆的信仰瞬间崩塌 原来曾经保卫的人 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米开罗知道 即使鲍婆不杀自己 自己也活不了 于是选择了自杀 他为自己留下最后的尊严 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受罪 此时凑重并 报卫的米开罗的家 鲍婆和敌人发生了猛烈的交火 好在他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切 引爆了提前买好的炸弹 军方派遣直升机加入战斗 这让鲍婆仿佛回到曾经的战场 因为犹豫 唐尼死在自己身边 这一次 他不会再让孟非自死去 鲍婆打中了炸弹 炸火了飞机 他们两个人顺利逃离现场 约翰逊想到另外一个计划 派人将莎拉给抓了起来 用他来威胁鲍婆 而鲍婆将米开罗的说的话 都被露了下来 也拥有和他们谈判的筹码 双方变得弑军立地 与顶带雪山谈判 约翰逊早就在附近埋伏了狙击手 只要鲍婆一出现 就会射杀他 鲍婆则就料到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让孟非斯假装成自己和他们谈判 自己躲在暗处 将狙击手给杀死 他们用莎拉当掩体 如果他再开枪 就会杀死沙拉 鲍婆对自己的枪法足够自信 从很远的地方开枪 打断他的手指 之后又打断他的胳膊 这么多天 沙拉保守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他拿起枪朝着那个杀手疯狂地射击 直到那个人一动不动躺在那里 鲍婆掌控了全局之后 双方开始谈判 意愿试图用自己的外力来说服鲍婆 将屠杀梅花城是为了平息种族争斗 鲍婆不会轻易相信他们 他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一时受到消息的FBI赶到 鲍婆却出乎意料烧掉了录音 他明白一旦录音曝光 在场的所有人都活不了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背上杀人的罪名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交易完成之后 议员和约翰潇洒离开这里 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制裁他们 而鲍婆被送进了监狱 在审判他之前进行一次听证会 约翰逊也出席了会议 虽然军方的高官都打电话来立保他 但司法部态度强硬 一定要让他出席 拒绝所有的官员 自从枪击案发生之后 FBI第一时间拿到鲍婆的步枪 并一直妥善保管 中间从未有人动过 虽然子弹损毁严重无法辨认 但经过他们详细的鉴定 这把枪就是射中主教那把枪 鲍婆也承认子弹确实是自己的 以及是从自己的枪里射出来的 但接下来的举动 直接让他写清了自己的罪名 他抓上子弹举起枪 朝着约翰开枪 下场了在场所有人 他扣动奔机 却发现子弹根本打不出去 他有一个习惯 离家之前 会将自己每条枪的撞针都换掉 他的枪是无法发出任何一颗子弹的 至于主教身上的子弹 是鲍婆射击罐头时留下的子弹 他拥有国职法射子弹 只拥有从鲍婆枪里射出来的痕迹 鲍婆这一生都深爱自己祖国 发誓用自己的生命 打击国外一些恶势力 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逍遥法外 他也说出主教真正被杀的原因 蒙菲斯拿出解密出来的证据 那是被坑杀400多具尸体的照片 即便现在证据确凿 美国司法部也不能将本国上校逮捕 约翰逊以一个胜利的姿态 俯视着鲍婆之后便潇洒地离开 鲍婆虽然被无罪释放 但是他一点都不开心 他知道如果约翰逊一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那400多的冤魂将永远无法安息 既然法律不能将他们制裁 鲍婆正好亲自出马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郊外的别墅里面传来胜利者的笑声 约翰逊和议员在这里谈笑风声 尔律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纸空问一个笑话 更是资本对付弱者的武器 鲍婆出现在这里袭击了别墅 杀死所有人炸毁了这里 最终争议以这样的方式战胜了邪恶 电影也到此结束 本片是美国电影《生死巨细》 以辛拉粉丝的手法 揭露美国政治的黑暗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动作电影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